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今天刚上线就收到了一把武器的皮肤 WAR地表最强 早就听说这把武器号称猛男枪 伤害非常高 但是伤害高并不代表好用 那它在实战里表现怎么样呢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21 你双击了没有,关注了没有 猛男枪的鸡苗是个圆形 非常阻碍视野 推荐大家带红点作战 不过伤害是真的高 打中身体三枪就能击倒 难怪叫猛男枪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开进速度太慢了 在遭遇战中劣势很大 建议大家在配件搭配的时候 把增加开进速度的配件 放在第一优先级 另外由于伤害太高 后座力自然也很高 打中距离敌人准心跳动很大 因此在搭配的时候 减少后座力的配件 应该放在第二优先级 整体给我的感觉 WAR更适合用来首点下枪 而不是冲锋打遭遇战 毕竟在遭遇战中 遇见GKS这类开进非常快的武器 很可能一枪不开就被击倒了 小伙伴们 你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